那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穿著黑色連身裙的保姆 低頭眼面哭泣 免得鏡頭不願多說 因為她脫育的 其中一位兩個月大女嬰 才意外窒息身亡 一時慌亂 連通知家長都打錯電話 早上是整個崩潰到 覺得自己也可能快想不開了 衝回去保姆家看一下 就真的 死的不是我小朋友 聽到自己小孩發生意外 後來又證實是烏龍 讓家長的心情大喜三溫暖 原來新竹這一名中性保姆 8號早上 發現菜喜女嬰窒息 沒有生命跡象 緊張的打電話 通知關心男子 男子趕到醫院痛哭下跪 後來發現是保姆打錯電話 整個傻眼 痛怕保姆實在太誇張 而真正死亡女嬰的家長 當時人還在上班 接到通知 趕到殯儀館後 也是整個人崩潰痛哭 我是陪著死的家屬去認屍 家屬一看到他 就知道那是他女人 當下就是直接 就直接哭到 可能癱瘓 就算知道自己的小孩 沒有發生意外 但眼看對方家長 難過得幾乎要昏了過去 同樣為人父母 關心男子還是忍不住鼻酸 尤其保姆一時疏忽 害女嬰窒息身亡 竟然還通知錯家長 離譜的一連串錯誤 也讓他們難以接受 記者黃市昌廖日誌 請主報導 觀眾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